这时候见过最真实的线性游戏 一般游戏里的镜子都是损坏的 因为根本没有做出反射 而美墨1重制版不仅能反射出自己 还能反射楼下的敌人 将镜子击碎后甚至能呈现出真实的破碎效果 这已经领先绝大部分游戏了 刚才只是质量好的 在游玩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质量不好的 被子弹击中会分块掉落 该效果能和它比的恐怕也就只有大表格2了 在车辆附近近战攻击 主角会自动将玻璃砸碎 碎片永久保留在车厢内部 不仅车窗 城市中的底伤玻璃也同样如此 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幸亏周围没有寻生者 不然这种动静势必会将它们吸引过来 毕竟是漠视题材 不流动的死水由于表面藻雷过多 一般会呈现出绿色 若此时操控主角下去游一拳 将会破坏这些水生植物 即便是等到水面归于平静后 也不会回到原先的状态 阴暗的水域场景 但凡有点阳光 就能将水面上的波纹映射到墙壁上 打开手电筒也是如此 虽然不怎么明显 但这绝对称得上是神迹细节了 刚开局主角家中的电子设备都是正常工作的 尤其是时间和现实生活中的流速一致 例如床头闹钟 墙上的挂钟 以及乔尔手机上的时间 宾馆关卡的房间内有一个体重秤 主角踩上去会显示乔尔真实体重 足足有200斤 怪不得可以徒手干抱跑者 猪肉店中的秤驼肉不小心碰到 不仅有真实的物理效果 就连上面的指针都会不停地摆动 而最让人忽视的还得是房间内的建模 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体积碰撞 用枪杆可以将桌子上的物品全部扫下 当然也包括架子上的书籍 厨房里的餐盘等等 更离谱的是 毛巾不仅揉体效果相当到位 由于长时间未动 后方的尘土明显要比周围少很多 这个细节真是绝了 主角加血不是只加血条 而是真的会将绷带缠在身上 脸将两次包扎的位置也不太相同 一个左臂一个右臂 时间长了杀不出还会渗血 毕竟是紧急处理 这些效果肯定没有那么理想 二代的改装台被原封不动地加入到了一代重制版 当你在升级左轮手枪时 角色会将六发子弹全部取出 改装结束后则会默默将子弹装入 其他的例如改装步墙 第一步先退堂 结束后子弹虽然不会再装进去 但会保留在背包里 数量从刚才的2-2变成了1-3 还有一个和二代差不多的细节 如果你强制让主角倒着上楼 角色就会一直回头看向楼梯 毕竟有谁愿意倒着走路呢 匹兹堡饭店的房间内放着一个地球仪 虽然官方没有提供互动选项 可当你使出近战攻击触碰到他时 竟然也会跟着旋转 在水下憋气时间太长 乔儿的表情会逐渐猙獰 紧张程度和剩余的氧气量有关 旅行途中走到水珠下方 角色会下意识地伸手挡水 可惜实际上也挡不住什么 在浑身湿透时做出动作 同样会将雨水甩出 你若故意将手电筒张下爱里 他会因实在太谎言而避开强光 顽皮搞得老传统了属于是 将酒瓶随机扔向一个倒霉蛋 靠近观察他的脸上竟然扎满了碎片 看着就疼死 而且主角手持瓶子攻击 轮空后会做出转瓶子的习惯动作 反观手持板砖就不会 难道是因为板砖对于敲儿来说太重了 暗杀时可以观察到敌方表情逐渐绝望的全过程 要是觉得机晕太痛苦 也可以选择使用弹簧刀快速送他们上路 或者直接扣动扳机 根据被子弹击中的位置不同 敌人做出的反应也有所区别 就比如子弹打中腿敌方会下跪 此时近战攻击能直接秒杀 击中敌方的脑袋会开花 偏墙过劲脑花还有可能帮到墙上 更何况游戏内是有炸弹的 在室外爆炸产生的碎片能崩出好远 可如果在室内 一些爆炸的残留物会粘在天花板上 再由于重力的作用 过几秒钟会自动下坠 以上针对的是人类敌人 如果你将跑者的腿打断 由于他意识不到疼痛 对人肉的渴望依然会支撑其爬到你身边 甚至会抱住你的腿部撒手 看来跑者对于主角来说是真爱无疑了 敌人的AI系统也得到了升级 例如你在两个人的对话途中 将其中一个人挟持 另一个人会因为没有得到回应 而转头看向对方 同时也会发现你 正确的做法是等他们完全结束谈话后再出动 事实证明 有话最好要让人家说完呀 当你将区域内的敌人杀到只剩最后一位时 大概率他会下跪认怂 但主角这么冷酷能放过他吗 你除了用子弹送他们上天 也可以选择用近战猛击 一般情况下是用拳套或者棍棒 可如果你在此时装备的是长枪 则会用枪托将其怼死 这也是极少数情况能用枪托杀人的方式 将燃烧瓶扔到地上 附近的积雪会逐渐被高温融化 该效果除了大表戈2的雪地扎营 我还从未在其他游戏中见到过 众所周知 咱们人类身上流动的红色液体也是有温度的 虽然远不及火焰的温度高 但也足以将地面的积雪融化 而且是等它流到哪儿 雪就化到哪儿 当时玩美墨2的时候 看到此效果我直接就惊了 雪液方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 就是喷射出来的方向和伤口方向一致 比如你用蝴蝶刀扎到脖子右侧 雪就会从右侧流出并逐渐蔓延 出血量和被子弹击中相比有明显的减少 你甚至能透过雪液观察到地砖的纹路 此效果在铺满木地板的房间最为真实 感染一种雪液渗透进地板的错觉 角色如果脚上不小心沾了血 同样也会留下雪脚印 另外不要以为拿着弓箭暗杀 别人就发现不了你 敌人会根据弓箭发射的方向 来判断玩家大体的位置 就算你和敌方偶遇 他们在受到惊吓的同时 也不忘给队友爆点 发现刚刚被你暗杀倒地的队友 还会上前确认其是否有呼吸 以上buff叠加在一起 仿佛刚才攻击你的就是真人一样 哦对了 玩家的弓箭根据机中的目标不同 效果也不太一样 打到柔软表面 例如人类或者木质结构 靠近能回收 可如果打到坚硬表面 或者距离目标过近 都有可能导致弓箭折断 将弓箭力度拉满 可以穿透玻璃 钉在座椅内部 即便如此 你依然能将弓箭回收 以上是大概率事件 运气不好的话 没准也能遇到打到柔软表面 但弓箭还是断裂的结果 你真这方面 还真是被你玩明白了 其次是剧情中 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例如成立偶遇的山姆兄弟 当哥哥的不让弟弟拿玩具 主角艾莉呢 为了哄小孩开心 会偷摸将其收进背包 注意这里真的是偷偷行动 因为如果你一直盯着艾莉 她就永远不会拾取 可只要当你镜头一转 她就会在你不经意间 将地上的玩具拿走 非常符合艾莉叛逆的性格 即便身处火海也在所不惜 比尔的好兄弟 给比尔写了封遗书 你可以主动递给他 结果他却骂骂咧咧地 将遗书给扔了 女儿在此时 再次靠近纸团 竟然还能将其捡走 乔尔你可真是什么垃圾都拿呀 过场动画中 有多次因角色言语过 接着喷出口水 例如泰斯让乔尔 他俩滚蛋时 乔尔和艾莉争论时 艾莉被捕时 就这剧情表现力 我说的第二 应该没人敢成第一吧 阻装 时 我 今